MING PAO TORROW 五節 很開心,這個真的漂亮,尺寸小 不… 行不行? 告訴我真正 如果你有合適的尺寸 你必須要買這個 答應… 要排隊 要排隊嗎? 不用…知道為甚麼嗎? 因為我們穿帳王大了 不是… 這要做甚麼… 今天大家看看一個很特別的開倉 你看看這麼多人排隊 外面全都爆發了 這個要感謝SAMPLE推銷員 因為這是指定的MCM開倉日 MCM是德國的世界名牌 我們進來看看場面有多虛狠 真是開眼界 糟了 我現在去找個位置 站高 然後給大家看看 究竟我們今天的攻略是怎樣 站高一點才可以看到 我現在的心中在想盤算的攻略 開倉攻略 70%…85%開倉攻略 你看看我不站得這麼高 我怎麼看得完整個場面 厲害 我們今天的位置 現在真的厲害了 大約是407和Jane左右 我們今天是在MCM 這個世界名牌開倉日 MCM大家都知道 你們見到我這麼多年 經常見到我揹著一個黑白的背包 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品牌 這裡很明顯是付錢的 但是這裡就是戰場 喂… 大姐, 你走這麼快 扔我才行 我出發了, 你有很多人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讓大家看到 怎樣… 去哪裡?扔我吧 你不要…我也不知道 你沒聽過這個品牌的話 我想你也見過鄭壽文拿過吧 為什麼我會記得呢 鄭壽文在2018年 我去韓國的時候 他在娛樂雜誌那裡 拿著一個MCM的2Tone袋 然後我那一年去韓國 我收到很多訂單 人們叫我去韓國幫他買 那你可能在想 為什麼我說 MCM是一個德國品牌 但是為什麼人們要去韓國 那麼… 這是頸巾來的 為什麼會去韓國買呢 是因為… 首先MCM這三個字 你知道為什麼嗎 是一個人名來的 MCM是一個人名 是 Michael Kromer Munich 是一個人叫Michael Kromer 他在70年代 是發明這個品牌 在家的地方 就是德國的茂尼克 所以為什麼去年12月 我要去茂尼克朝聖呢 因為現在MCM的旗艦店 仍然在茂尼克 在德國仍然很多人在用MCM 德國的機場 茂尼克的機場 法蘭克福機場 仍然有MCM的櫃 但是呢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它很紅 香港也很多人用 亞洲區 看 這個 人們喜歡用這個 這個是透明 再加拉鏈籠 這個 這個 這個是黑白系列 本來它的旗艦是黑白系列 但是它就出了這個 是叫做黑底藍色字系列 這個有出男仔款的 這個袋子挺好的 什麼價格 什麼價格 這個袋子 如果你在Downtown 我們Yorkville區 它自己有的正店 過千的 四位數字 今天呢 840元 幾千元的這個袋子 是呀 它的袋子 基本上 全部都是四位數字 你不信 你自己去Yorkville 看看 好 我們講一下吧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很紅的 然後 MCM呢 在九十年代 那時候呢 就好像因為碎的問題 跟德國政府有少少爭奪 然後品牌呢 就沒有那麼 開始沉寂了 2005年 韓國有個有錢人 看中了這個牌 因為韓國人一向都很喜歡MCM 我有錢 我現在就買了MCM 然後把MCM重新包裝過 在亞洲地區廣泛推廣 所以現在基本上 MCM又回來了 二零零幾年開始 我很喜歡長野銀包 這個就是我經常都很想要的 MCM的一個銀包 這個有什麼好呢 其實是去喝 出席宴會一流 它的扣就是這樣開合 扣有MCM的標誌 打開之後 它就有拉鏈 其實是一個銀包 其實是一個銀包 長野銀包 它也有厚度在這裡 所以其實很好塞的銀紙 甚至一枝薄薄的唇膏 眼線筆 很薄的粉盒 你都可以塞得到 可以很層衣服 其實它有幾種顏色 另外有折扣 這個價錢是232元 籌半 很漂亮 我很喜歡 還有這個是它最受歡迎的 一個系列 一個色系 就是Earth Colour 我會想要這個 現在流行用Toe Bag 那些人上班 這個其實我會覺得 男生也適合用 它有很多東西是unisex Toe Bag 因為它這麼窄 你又很少 很難背得到 肩膀這麼小的環 所以它就有一條 這個長帶給你 用來背肩膀 有點像這個 小型Toe Bag 它也有 一個小型Toe Bag 兩個給大家選 有一個長的 是不是我試過的河豬 我都可以進來 多少卡 這個漂亮 女生是用這一種 比較好一點 小小的 好像我這樣 這個就是MCM在農曆新年的時候 出的 紅色系列 多喜氣洋洋 這個真是全場只有一個 我記得它 在網站的時候 有藍模特兒 有藍模特兒做的 這個 其實何主任拿就對了 這個 在野很大 這個沒有4000人 可能是3000多 1400元 剛才我在視頻上 展示過給你們看 價錢牌 如果不是一個 普通白色貼紙 是正價的價錢牌 例如1165 那你就對了 如果它是 Visato 即是MCM logo 就65% 如果是透明的 那些 就85% 其餘的全部 70% 皮帶 70% 我要拿批物 還不可以帶 我最喜歡的 告訴大家 最最最最喜歡的 這是 經典的設計 Flagship 經典 白底 黑圖 這就是MCM的經典 可否展示扣子 給我看看 扣子有沒有特別的東西 扣子包著 扣子包著 扣子 他怕你會剩下 他有很多袋子 都是這個經典 是否看起來特別包著 扣子 扣子是比較不同的 可以 這個品牌 他最初起家的時候 最有名的就是 這個 黑白色 後來 他轉出很多 不同的顏色 扣子 吸引不同年紀的人 最近 黑白色的品牌又復活了 最新一輯的MCM 他們就出全部 複黑 MCM黑白色系列 Downtown Yorville 在那個Flagship 他這些普通拖鞋 都二三百元一對 普通的拖鞋 現在是99.99 加幣 如果你在網上賣 再說一次 你給的是美金 很多時候你上網賣 MCM International 他們都是給美金的 但是今天是加幣結算 有沒有人是1976年出生的呢 可以買給他做他的生日禮物 這條很漂亮 MCM的鏡筋 很OK 這條真的漂亮 原價445 現在是80% 445 80% 70% 這次玩什麼 英姐 當然是玩鞋 他的鞋 如果你喜歡一個品牌 你就會很想把它穿上腳 我想很多人都是這樣 這個我最喜歡就是這對 就是等減價等這個時刻 這個是Classic MCM白底 黑印的那個 他還有出了這個 是給… 其實他所有這些 全部是unisex的 但是這個 很多男生會喜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全部有MCM的標誌 今天的價錢呢 哪裡是… 價錢7字 原價呢 其實是 它不是很貴的 400多元而已 70% 70% 3字 100多元而已 是啊 超便宜 如果有你的尺寸 他的帽子很漂亮 我很喜歡他的劇舞 漁夫帽 不知道你喜歡漁夫帽 還是 喜歡這些 叫做棒球明星帽 好 各位 不好意思 通知得你們遲了 你看人山人海 但是你們還有時間 因為這裡每個小時 都會不停把我的新貨出來 我們再一次說我們的位置 就是今天在這個開倉 是Sample Sale Guys 是MCM指定的開倉日 是指定的MCM開倉日 多謝The Sample Sale Guys